你有没有听过那些在恋爱的时候狂砸狗粮的朋友 在结婚后见面就跟你抱怨 哎呀亲我上当了我被骗了 明明恋爱的时候男朋友温柔体贴 24个小时全方位的伺候你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谁料婚礼的鲜花还没有枯萎 她就圆形毕露抽烟酗酒臭袜子满地扔 不知女闺蜜男闺蜜也来吐槽 哎呀说好了当个贤良淑德的好老婆 那个好老婆在哪呢 怎么每天回到家客厅乱的像垃圾场 厨房的水池子里的那个碗筷就堆成山 这样的抱怨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会经常的听到呢 为什么我们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了 为什么我们一结婚就用那句话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真的是你嫁错了人 她娶错了老婆吗 好了各位 你先别忙着吐槽你的婚姻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之前花了多长的时间准备婚礼呢 想想看 是一个月 三个月 还是半年 我想为了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婚礼 很多人都是费尽心思的去准备 从求婚的仪式 到制作请柬 再到布置婚礼现场 和特别环节的策划 找了婚庆公司 你都觉得不够 还要动员亲朋好友一起帮忙 你生怕跟别人撞了创意 费了好多好多的心思 对不对 为了一个隆重的婚礼 咱们是砸钱 花精力 消费人情 一律是在所不惜 虽然这个结婚仪式 前后加起来才一两个小时 对吧 可是大家扪心自问一下 对于接下来要持续一生之久的婚姻生活 你可曾有过慎重 深入的研究与规划呢 没有 对不对呢 为什么结婚 这么关乎一辈子的事情 都不好好的规划呢 我想呢 是因为大多数人 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准确地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婚前 就把应该弄明白的问题解决好 把那些婚后 可能出现的矛盾 提前的规避 至少能够避免婚后生活的 一地鸡毛 让爱情在婚后持续保鲜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有一本书啊 能够指导我们 如何避免婚后的各种麻烦 这本书呢 就叫做 但愿婚前我知道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婚姻辅导专家 盖瑞查普曼 拥有了几十年的婚姻咨询工作的丰富经验 他总是能够对夫妻婚后生活 遇到的困难 轻松地做出解答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导他们 帮助他们挽回 处在崩溃边缘的婚姻 盖瑞查普曼 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 早早学会婚后的经营之道 才是给两个人爱情保鲜的关键 他认为 我们婚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 你要充分了解对方 通过他的家庭 预测你们的婚后生活 学习用对方喜欢的方式 向他表达爱意 让爱情更长久 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得给自己打好预防针 学会处理性格不合等问题 适当的妥协和诚心道歉 让争吵不伤害你们的关系 还要提前商量好家务分工 财务管理等等问题 实现婚后 夫妻同心 一起把生活经营得更幸福 具体有哪些妙招呢 咱们一起来听啊 相信听完这本书 你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婚后生活是可以预测的吗 第二 为什么说婆媳关系 不一定是千古难题呢 第三 结婚后 谁来管钱 更合适呢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总想和对方腻在一起 为了让亲爱的开心 别说从北半球 飞到南半球 给他过生日 就算他想要天上的星星 你也会去给他摘 不过在本书的作者看来 这种荷尔蒙支配下的彼此迷恋 是不长久的 平均来说呢 只有两年 也就是说 荷尔蒙主导的爱情 第一阶段过后 恋人间的吸引力会减退 你们之间的感情 也会回归平静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老夫老妻的状态 所以这也难怪 热恋过了以后 进入婚姻状态的你 总是会忍不住怀疑 我和他之间的爱情 是不是已经一夜之间蒸发了呢 我们真的还相爱吗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当你们过了恋爱的激情阶段之后 不是不爱了 只是很难感受到对方的爱意 让你误以为彼此不再相爱 文书作者指出 这个时候 特别是婚后 我们应该进入到爱情的第二阶段 让浪漫再上一个等级 怎么做呢 答案是 使用爱的语言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意 我们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 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包括肯定对方 主动为对方做事情 送礼物 准备两个人独处的特别时刻 以及适度的身体接触 那对于 步入婚姻殿堂的人来说 如果两个人 不用对方熟悉的 爱的语言表达心意 会导致一方 疯狂的放电 另外一方呢 却完全接受不到的悲剧 时间一久 得不到回应的那一方 难免心灰意冷 所以说 对于走入漫长婚姻跑道的我们来说 掌握对方喜欢的爱语很重要 在这里呢 作者就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好办法 先从了解自己喜欢的爱语开始 然后呢 再推断出爱人喜欢怎样的爱语 第一 留意自己向别人表达关爱是常用的方式 比如 我平时就喜欢和朋友一起喝杯咖啡 聊聊天 那么 我喜欢的爱语 是给自己留出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再比如说吧 我一个闺蜜 经常送我一些自己烤的小饼干 和手工做的小饰品 可见 她喜欢用送礼物这种方式表达爱意 第二呢 把自己常常抱怨的 或者是坚持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 列出来 比如你三天两头的抱怨 另外一半工作太忙 不帮你做家务 可见 你喜欢对方用行动来表达爱意 要是你每次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就特别想跟别人说 看 我是不是很厉害 快来夸夸我 那这个就不用说了 很明显 你喜欢的爱语呢 就是表扬和肯定了 好了 当我们知道了 怎样表达爱意 才是对方喜欢和需要的 相互付出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 比如你老公就喜欢听到你一脸崇拜的说 哇 老公 你居然会修电脑 好厉害啊 结果他忙活了大半天 你却默默的不说一句话 只是端一杯水递给他 这样错位的表情打意 当然就不好了 所以 爱的语言表达对了 即使你们进入爱情的第二阶段 荷尔蒙的影响大大降低 也能够继续感受到彼此甜蜜的爱意 不过 当你进入爱情的第二阶段 也学会了如何让爱意长久持续以后 新的问题又来了 接着往下听 人们常说 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就拿最常见的婆媳问题来说吧 真的闹起来 家庭战争的可怕程度 完全不亚于世界大战 因此为了避免婚后的一地鸡毛 结婚之前了解对方的家庭 规避婚后的麻烦很有必要 理由如下 第一呢 了解对方家人的性格 有利于你找到跟他们的相处之道 婚姻会把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连接在一起 其他的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到 夫妻俩日后的生活当中 特别是对方的父母 加上现在又是一个及时通讯的年代 你老婆睡了个懒觉 习惯早起的婆婆可能立马就知道了 你这个月业绩下滑 你老丈人搞不好一个电话就来了 所以说 结婚之前 夫妻双方多多的接触和了解另外一半的父母 摸清他们的性格特点 同时呢 也让他们知道你是怎样的性格 这一点非常重要 至少可以提前试用 及时调整 摸索出更适合你们的相处方式 或者彼此提前约法三章 让婚后的生活少一些矛盾 第二 了解对方的家庭 能够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另一半 俗话说得好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原生家庭会给我们带来深远的影响 小到饮食习惯 大到为人处事 你的爱人也是一样 他在性格上也多多少少会有父母的影子 通过感受对方父母的性格 也许你会发现另外一半 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的隐藏性格和价值观念 并且从他的家庭生活当中推断出你们婚后可能的相处模式 举个例子吧 如果你发现另外一半的父母 总是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起来 那么在你们的结婚以后呢 对方揪着一些琐事不放的几率也会更大 要是双方的家庭成员性格都很和善 很好相处 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刚好相反 两个人呢 也可以提前想一些应对的办法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具体该怎么应对呢 接着往下听哈 首先呢 就要列缺点清单 两个人都好好想想 自己父母性格和行为上有哪些缺点呢 写在纸上 如果你们跟对方的父母有过比较频繁的接触 可以互相的补充 其次呢 两个人一起讨论清单当中的问题 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 商量改进的方法 比如说 你的爱人觉得 你妈妈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一样 你爸爸连插嘴的份都没有 你一回想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就要多加的留意了 在你和另外一半相处的过程当中 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通过了解对方的家庭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 两个人的婚后生活 同时呢 参照父母身上不那么好的地方 在自己身上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善 这都能避免不少的婚后的矛盾 不过呢 准备功夫做得再足 也难免会在结婚之后 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怎么办呢 多接触对方的家庭 能够帮助你更深入的 了解另一半 不过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忙 没有时间去跟对方的家人相处 再加上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 为了获得对方的好感 都会或多或少的 伪装自己迎合另一半 如此一来 婚前的情投意合 很可能只是双方委屈求全的一种假象 直到结婚后才会暴露 天哪 原来我们彼此性格如此不合 那是不是说 性格不合的两个人就不应该结婚呢 也不用太悲观哈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 两个人之间的性格差异 不影响迈入婚姻殿堂 如果你和另外一半性格相差太远 怎样构建美好的婚后生活呢 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妙招呢 就是第一步是相互理解 这也就是说 在发现双方的性格差异之后 两个人都要试着 适当地放下自己的标准 正视并接受个性上的差异 不要死死地盯着 他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更不要把你的想法 强加到对方身上 一定让他按照你的方式生活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个画牢 另外一半呢 却不怎么爱说话 你就不要老是抱怨他画少 多一些谅解 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 可能他只是性格比较内向 也有可能是工作回家比较累 不太想说话 第二个呢 是要找到双方的平衡点 既然双方的性格差异 是注定的 那你想要消灭这种差异 就不太现实 我们应该跟另外一半商量好 寻求一个两个人 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比如说 你喜欢干净 另外一半呢 总是邋邋邋邋的 不论让谁迁就谁 都会有一方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你们不妨好好的沟通 找到双方都认可的平衡点 比如脏衣服可以乱放 但是绝对不能够扔在床上 可以不爱顺序摆好餐具 但是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 彼此约法三章 这样一来 生活矛盾 就会大大的缓解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 应对性格不合了 不过两个人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生活上难免会有摩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本来吧 你只是想跟他讲讲道理 告诉对方哪里做的不好 他却死活不听 一来二去的吵架升级 越吵越生气 越吵越没边 烦旧账扔东西 完了呢还大闹冷战 虽然小吵怡情 可是大吵是要伤身的 多好的感情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所以进入婚姻殿堂前 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三个技巧 减少婚后的争吵 避免伤害彼此的亲密关系 第一 倾听 如果婚后发生矛盾 两个人最好 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在对方说话的时候 你要认真的倾听 多去感受对方的内心 想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举个例子 你嫌现在的工作薪水太低 想要跳槽 但是对方一上来就反对 这个时候 你要有意识地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要马上回嘴 先问问他为什么不同意 听听他的意见 可能他想到的工作福利 是你忽略的 可能他认为稳定比掌心更重要 好好的倾听 既能够解除争吵预警 也能够让你做决定的时候 想得更周全一些 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 妥协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要是两口子每天都 针尖对卖盲的 谁也吃不消 当然了 这不是说我们要一味地忍让对方 只是说在必要的时候 为了爱 迁就对方一下 让他感受到你的包容和大度 有时候 这样可能反而有利于 让你达到目的 比如他非要你今天晚上陪他看 你根本不感兴趣的足球直播 那你不妨呢答应他 并跟他说好 那行 明天晚上呢 你可得陪我看韩剧哦 这样巧妙地以退为进 你两个人都想霸占电视 最后谁都看不了 强多了 第三 道歉 能够在争吵爆发前 就化解矛盾固然很好 但是凡事呢 总会有个万一 万一没有控制好情绪 这架有时候还是会吵起来 争吵过后 哪怕是面对最亲近的人 我们也会拉不下脸来 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如果就这样敷衍过去的话 对方很可能会一直记着 况且伤害也不会平白地消失 这就等于给日后的胸火 埋下了定时炸弹 一旦下一次发生什么矛盾 前五百年的小恩怨都会被翻出来 所以说要想真正和好 真诚的道歉必不可少 如果那句 对不起 实在是说不出口 学一些其他的道歉方法 比如说给他买一份小礼物 动手写一封道歉信 帮忙 做饭 洗碗 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呢 要想更深入地了解 怎样更快地 让对方接受你的歉意 好了 既然呢 咱们都已经说到 做饭洗碗了 接下来就一起来聊一聊 怎样在结婚之前就协商好 让很多人在婚后都很头大的 家务分工问题 三毛曾经说过 爱情如果不能够落实到柴米油盐 这些琐碎的事情上 是不能够长久的 可见这夫妻之间过日子 除了要解决两个人性格和习惯上的矛盾 还要处理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 现在呢 社会进步了 更多的女性走入职场 既然夫妻俩都要出去工作 之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就不适用了 所以要是夫妻两个人在结婚前 没有协商好谁负责什么家务 婚后就很容易出现家务没人管的局面 你觉得自己工作太累 应该他来做 结果呢 他也这么想 推来推去 家里很可能就快变成垃圾厂了 这样说来 两个人在结婚前就约法三章 分配好家务就很有必要了 具体怎么分配呢 作者给大家提供了三部曲的指导 第一部 列出家务清单 不妨先可以观察一下 自己家里一天下来都有什么家务活要干呢 再想象一下 你和另外一半以后的家会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大概就能够推测出需要做哪些家务了 比如说买菜 做饭 洗碗 扫地 拖地 擦窗等等 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务室一一的列下来 然后呢 让你的另外一半来做一些补充 把他觉得必要的家务也列进去 这样你们未来的家务总表就出来了 第二步 做家务 记录心得 你们要空出一些时间 试着独自一个人完成清单上的每一项家务 在做家务的时候还要记录下完成他们需要的时间 以及自己做家务的时候的一些感想 例如说你很喜欢做菜 也会烤一些小点心 但是超级无敌讨厌洗厕所 你可能会觉得做个家务还要做笔记呀 但是真的这样去做以后 你会发现只需要这样一个小动作 就可以轻松地发掘出两个人在家务方面的长处和个人偏好 第三步 协调分配家务 根据你们记录的家务感想 按照双方的喜好和长处来协商好各自的分工 比如你是一个购物达人 总是能够买到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水果 而你的爱人呢 可能连菜市场都没有去过 但是呢 他烧起菜来很有一手 而你做个饭呢 可能都会把厨房给点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只要双方同意 就可以让擅长购物的来负责买菜 会烧菜的去烧菜做饭 要是遇到你们俩都不擅长 也不喜欢的家务 就可以试着轮流来做 比如这一周一直都是你做饭 那下一周就轮到他了 按照这样的三部曲走下来 设计出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家务分工表 就再也不是难题了 除了家务分工以外 还有一个世纪难题 那就是财务问题 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婚姻问题 都是金钱引起的 所以结婚以后不能和另外一半一起管好钱的话 会严重影响你们的婚姻质量 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账本 也就是金钱关 通常情况下 你的账本跟另外一半的多多少少会有些不一样 比如有的人是典型的月光族 花钱大手大脚 甚至欠了好多的信用卡额度 而有的人呢 就比较喜欢精打细算 省吃俭用 再比如 有人喜欢炒股 尽做一些高风险高收入的投资 有的人呢 就偏爱稳扎稳打 存个定期就算是理财投资了 两个人结婚以后 不同的理财观念碰撞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有一点可以确定啊 自己原来的那一套理财方式 肯定是不再适用了 需要一起设计家庭的新账本 关于怎样和爱人一起理财 作者给了我们三个好建议 第一 同心合意 这就是说两个人要明确 婚后只有我们的钱 这个概念 自觉向对方坦诚自己的工资收入 和债务问题 不再有你的钱 我的钱 这样的心思 结婚后 不论是你要借钱给朋友买车买房 还是做大额的投资 都应该先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商量 两个人一起做出决定 这样才可以避免 金钱上的争吵 第二呢 明确理财计划 首先要在婚前 就定好由谁来管账 确定人选的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不管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模式 看看你们俩 谁更会精打细算 谁管钱做账更有条理 然后要做一个共同的财务计划 比如确定你们的收入 是用于日常开支 机动部分 储蓄或者是投资 这三方面的比例 要是你们在消费方面无法达成一致 可以考虑设定一个各自能够自由使用的额度 比如2000元 只要在这个范围当中 无论一方买了什么东西 另一方都不能有什么意见 第三 虚心请教 要是你们的生活经验还不足 不了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庭日常开支 可以向那些已经结婚几年 又和你们拥有相近生活条件的夫妻来请教 让过来人告诉你们各种具体的生活支出情况 就能够让你们的理财计划考虑得更加的完善 两个人一条心 共享收入 共谋支出 这样才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好了 这一本 但愿婚前我知道 这本书 咱们从婚后表达爱意 面对对方的家庭 处理性格不合 谁做家务 谁管钱 等等几个方面呢 跟大家都一一的支招了 我想 这些实用的技巧 无论是对已经结婚的朋友 还是没有结婚 但是准备结婚的朋友 都大有帮助 就像那首歌里唱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要想优雅的老去 愉快的老去 咱们都得在结婚前 好好地考虑 做足了准备 千万别在婚后感叹一句 但愿婚前我知道啊